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阳的重返之旅,凡人修仙传的新篇章 杨阳在《我的人间烟火》失败后,主演凡人修仙传 这部分被认为是为了消除演员形象在观众中的一种做法 这一决定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他在电影中扮演男主角的情况下 人们期望他能够依靠口碑和庞大的粉丝基础吸引观众 然而,电影《我的人间烟火》只获得了3.4斜杠时的豆瓣评分 这对他来说是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难忘的成就 杨阳的重返古装剧《凡人修仙传》意味着他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会 这部小说改编自裂创作的一部备受欢迎的作品 讲述了韩丽这个出身困难的角色的成长故事 小说不仅在文坛具有影响力,还在2020年的改编作品中取得了显著成功 尤其是动画版的播出效果和收视率超出了预期 杨阳在这个角色中有很多优势 因为他能够继承原著的声誉 并且外貌符合经典帅哥的形象 这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他演技上的不足 因此,尽管在《我的人间烟火》失败后 人们依然对杨阳的表现寄予厚望 然而,尽管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和吸引力的外貌 杨阳多年来演技一直受到批评 中国媒体普遍认为他的演技没有太大进步 这导致他在演艺圈的地位逐渐下滑 随着新一代年轻演员的崛起 杨阳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有观众甚至感到庆幸杨阳没有出演爱情学校 因为这给了其他演员展示自己演技的机会 要重新赢得观众的信任 杨阳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 并不断提高自己的演技和角色扮演技巧 他仍然需要努力摆脱学童帅哥的标签 让观众更加重视他的表演实力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